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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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到把它加入 真的很能 稍微來定義一下 就是說 比較算是爆發戶 錢賺得很快 用錢用得很Shopper 很爽力 但是買的東西 可能格調不是那麼高 我們只要講 一個台灣的俗語 大家就很清楚 就是土豪啊 這個土豪 你知道是從那個 有一篇微博文章出來 他就說 土豪 咱們來做個朋友吧 他就想 土豪是什麼 原來土豪 就是指這種 很喜歡 讓大家知道 我多有錢缺 好慫好有力的名詞 土豪就這樣被大家 越炒越熱 現在只要 而且你知道嗎 很妙的是大陸人 他們不會覺得說 土豪好像會有點丟臉 因為大家都說 你就是喜歡爆發戶 他們不會覺得很丟臉 他們覺得你要是 越叫我土豪 越高興越爽耶 你知道嗎 所以我那天聽到一個 土豪點菜非常經典的話 老闆 不用拿好吃的 不用把店裡面 最好吃的拿出來 你要把店裡面 最貴的拿出來 這才有誠意 他們真的很厲害 這就是土豪的氣魄 對 而且你不要說那個 不光是他們自己那些 譬如說 民間的有錢人 是喜歡做這種 土豪的象徵 他們就連他們那個 黨報啊 人民日報也是一樣 他們在那個 北京中央那邊 蓋了一個 他們的那個 報社嘛 你知道被大家講做什麼 叫做土豪金的 鬼公香香香的 對 他們都說 Oh my God 這間嗎 不是這間 是另外一個 那個沒關係 我來口述一下 大家都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四個字 金槍不倒 什麼叫金槍不倒 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物造型 然後咧 什麼叫金槍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 然後全部都是用金子 對 用金色帷幕做成的 你就知道連他們 連國家級的都在封這個 更何況是人民 所以你看 所以玉珊我覺得品味 該怎麼定義 品味不是說我們來定義的 是誰是消費主力 就可以定義品味嘛 對不對 對 我們之前講說品味品味 誰帶領我們走這些 時尚潮流品味 當然就是一些 譬如說這些 時尚比較大牌子的 對 名牌設計師 那我們講品味 iPhone夠有品味吧 大家講說 iPhone是最有品味的 可是你知道嗎 iPhone曾經推出一支 金色的手機 對 金色 這支手機開始出來的時候 被大家笑得要死了 他說 我的媽呀 不要這個賈伯斯 才剛原集沒多久 你們iPhone就這樣子 對 就這樣子沒品味了 但是 沒有想到 原來iPhone真的是 有抓住市場的重點 現在 對 世界的市場在哪裡 就在大陸 大陸這支土豪機 造成大熱賣 而且你知道 熱賣到什麼樣的程度嗎 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擁有土豪機的嗎 你知道嗎 沒有怎麼辦 所以了 我這樣就漏氣了 對 漏氣也沒關係 我們趕快去3C包摩店一下 包摩土豪機 包摩土豪機 最夯的 你知道就走過去跟他講說 少爺 給我個土豪機吧 還有純金的浴缸你看看 黃金的ATM 這土豪風潮 其實 還是要注意到這個趨勢 你看iPhone就注意到 賺了一大票 現在連貼摩店都跟進 其實要賺一筆錢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有點弱 我們台灣以前就有了 18同仁 全身是金的 我們草就有啦 對 正美 正美 是啊 其實呢 慧銘記不記得小時候教科書教我們 東北有三寶 人生貂皮 烏拉草 對不對 現在中國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有三寶 光棍大媽土豪機 這三類人類呢 對於促進全球的經濟發展 他們很有貢獻耶 今天沒有他們的話 我看很多品牌都要倒閉了 對不對 你看那個金架是由中國大發控制的 對 這個就厲害了吧 觀眾朋友講說土豪是不是很土 我覺得你們就錯了 你們不認識土豪 你們才土呢 講幾句土豪的習慣 剛剛慧銘一直問說 土豪有沒有品味 土豪有品味 土豪的品味就是沒有品味 買的貴就是品味 你剛剛講嘛 土豪到這個餐廳裡面 土豪不點菜 沒有土豪在點菜的 土豪點廚師 我要什麼廚師替我買 替我做這個菜 這算厲害了 這高檔了 對啊 不要問土豪你有多少輛車 你真土 你要問我有多少司機 還有我買家具 不要告訴我這是哪一國的 我不看哪一國 我買家具是要告訴我 這是哪一個朝代的 懂不懂 這個厲害了 懂不懂 不要問我家有多大 那你就土了 你要問我們家院子有多大 好 是不是 我是土豪區 因為我們都敢開口 真的 真的不是土豪 一定採地了 還有還有 土豪有一種特異功能 我們在座所有的人都做不到 我相信你們都做不到 你輸了 蔡玉晨 土豪能夠把所有的名牌 穿在身上 就像地攤貨 我們是可以把地攤貨 穿得像名牌一樣 你果然不是土豪 土豪有一些形式風格 真的跟一般的富豪不一樣 我講幾個例子 最近台灣 不是有一個先生 要給太太驚喜一個 鑽戒十萬塊有沒有 送到這個便利超商 被領錯了嗎 在大陸 十萬塊 你能拿得出手嗎 蔡土豪 在這個網路上 訂的是13.3克拉的鑽戒 和台幣是兩千萬 我也是叫快遞啊 也沒在怕的啊 等一下 鑽石不是要好好地看一下 這個進度嗎 有瑕疵 網路可以買鑽石 13克拉 可以啊 那已經不是鴿子蛋了 那是鴨蛋了 而且13.3克拉 送到時候還PO上網 大家看了嚇死了 都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該叫馬雲 親自送呢 是不是啊 您真的豪氣兩千萬 再來 你知道在浙江 有很多人玩車嘛 對不對 越野車 賽車 跑車 拜託開法拉利保時街 你們真是俗 普通 每一場 真的 拜託 勞斯萊斯 哎呦 那在我眼中根本是計程車啊 計程車 所以最近沒有一個越野賽 我覺得你很適合當土豪耶 五一的匹靠 五一的匹靠 大家都把這個名牌車開來 保時街 法拉利啊 那個平台上對不對 空空空空空空 它開來了 你知道是什麼 坦克車 金色的坦克車嗎 你有沒有 你沒有對不對 我服了他了 你的保時街我也有 你的法拉利我也有 老實來說我都有 你沒有坦克對不對 這純金的 坦克 我上面還有砲管 我贏了都 可是 可是他坦克應該跑不快吧 碰碰碰 你知道他是個煉帶嘛 威力很夠就是了 動動動就來了 所以這很厲害耶 可是他來之後 立刻有人報警 破壞馬路 不是 那個坦克車是中國軍方 人家製造的坦克車 怎麼拿來的 怎麼買到的 原來他花了大概不貴 真的 還比兩百萬而已 是舊的坦克車 只是警察來 一直摸就說 您這 大叔啊 您這哪來的啊 我告訴你 怎麼樣我買的 他也許就說我淘寶買的 怎麼樣 淘寶兩百萬 坦克我都買來了 不過我覺得世界名牌精靈店 真的是很驚的喔 以前呢 如果看到這個中國的客人進去 不歡迎 覺得買了之後 回去是要倒烤的 對 回去就是要烤成A貨的 現在看到中國客人 眼睛都亮了 其實商機在哪裡 這個禮貌就會到哪裡 尊貴的服務就會到哪裡 對不對 旅行業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土豪 花錢就是爽利 就理事來說 應該算是好咖 好客人吧 講真的 像我們這幾年看到很多 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 由TP人富起來之後 真的網路上面傳了一句話 就講土豪講的 非常貼切喔 這是個打油 他就土豪戰車當車標 土豪飛機滿街跑 土豪取漆黃金繞 土豪土豪真正屌 為什麼剛剛講說戰車當車標 對不對 那飛機為什麼滿街跑 因為呢 中國大陸飛機它是限制天空 它沒有辦法去申請航權 可是它買飛機 它買飛機幹什麼 放在他們家店門口 外國媒體叫中國的這些就是 遊客叫什麼 你知道嗎 叫會走路的錢包 唉唷 會走路的錢包 太精準了 所以說呢 我們旅遊業當然也看中了這個商機 所以我們也推出了一些 就是所謂的 私人土豪定製行程 像最有名的幾個行程 已經有在賣的喔 已經實際上有成型的喔 就是有專門到哪裡 到義大利 義大利一下飛機之後 然後當然是坐頭等艙過去 然後一下飛機之後呢 是有那種法拉利來接 法拉利來接不稀奇 把人接到法拉利接了之後 接到了法拉利的車廠去 由法拉利的那邊車廠 跟他解說他們這個法拉利要怎麼開 因為未來的八天幾天 他們就是一個人開一台法拉利 然後還有潛倒車 潛倒車是還有阿法羅米歐的 然後開著法拉利車隊出去 你夠炫的對不對 一出去 哇一排一排 一排把他這樣開出去 然後到哪邊 一到那邊呢 比如說到了 一到他休息的地方 就還會搭帳篷 馬上開始給你 事後你喝下午茶 你就看到 你看到場景喔 白色的大洋傘 下面圍著非常漂亮的蕾絲的窗邊 然後穿著非常漂亮的 葉勇尾褲幫你 到下午茶 旁邊提到一排法拉利 哇 非常非常漂亮對不對 之後 喝完下午茶之後 旁邊熱氣球等好 你就坐熱氣球升空 升皇空下來 坐完熱氣球之後 再開法拉利 然後他們呢 安排哪裡 住哪裡 住古堡 整個古堡包下來 然後晚上住在古堡裡面 晚上會有晚宴 晚宴呢 會有來賓來這邊一起吃飯 才會有那種FU嘛 就要那個來吃飯的這些成員呢 是當地黑手黨的 就是退休的黑手黨的家族的人呢 會來陪你一起共進晚餐 你想想看哇 這樣子的行程 享受真正的意識風情就對了 真的就是完全完全那種意識風情 像這樣子的行程 在義大利推出來 結果買的體驗這樣行程最多的是什麼 是中國的土豪 另外還有有一些就是 有一個香港的旅遊業者 他有一天接到一個任務 因為呢 深圳有一個算是大腕高檔土豪 他呢 他兒子要做家庭作業 他兒子家庭作業呢 他小學家庭作業 他們是要講呢 黑海那邊的一些土質成分 結果他就接到任務說 那個他們的管家打給他說 叫他想辦法去黑海搬一把泥土回來 給他小孩子做作業 所以呢 而且什麼時候就要呢 三天後就要 三天後就要 於是怎麼辦 沒辦法 在香港 香港動用私人飛機很簡單 所以他們馬上就派旅行社 派專人然後馬上 就動了私人飛機 飛到黑海 裝了一盆泥土之後 回來然後交差 那這盆小學生的作業 這盆土要價多少錢 這樣子一個小學作業 那就燒了一千萬港幣 一千萬港幣 台幣四千萬多 對 真的是太誇張了 希望他這個科學課成績可以好一點 對 所以我想說我們講到這種 他土豪這種他們就覺得說 反正有錢他就不怕花錢 當然因為他們不怕花錢 所以我們旅遊業者才可以幫助他 去幫助他花錢 我們才可以賺到一點小錢 所以說土豪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低調的有錢人 還稱不上土豪 你要花錢花得夠這個痛快 我還是要寫作業吧 四千多萬台幣的這個黑土 我也去給他運來了 好 什麼樣叫做有錢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富豪確實身家 是相當驚人的 這是胡潤的擺破綁 當然對觀眾朋友來說 更重要的是 到底是沒辦法 才有辦法變成土豪 怎麼賺到錢呢 第一名王健林 第二名鍾慶又 第三名馬化騰 魏建軍 楊慧妍 他們分別重設的是地產文化飲料 這個電子產業 汽車以及地產 房地產就佔了兩個 這個飲料也是很厲害 這就是那個娃哈哈嘛 對 好像去大陸都可以喝到的那個礦泉水 好 台灣富豪 你看喔 首富六千 什麼 六千七百五十億 對不對 台灣的我們也要比一下 台灣現在中央怎麼樣 第一名蔡衍明 三千一百八十億 他也是算 跟娃娃娃 同樣是以食品起家的 後來跨主媒體 第二名蔡衍財 金融業 兩千四百三十萬 然後呢 鼎興未家也是從中國 我付回來到兩千萬左右 也是食品地產 玉琛 所以 到底 你對土豪的研究有什麼看法 我跟你說 這個排行榜裡頭 如果你排上去 都不見得算土豪 我們以中國大陸 像中慶後為例你知道嗎 中慶後的個性 你知道他們有一些 中國的富豪 很喜歡學王永慶 王永慶的個性就是怎麼樣 勤儉持家 那個也不算土豪 我跟你說 他們是富豪 但是也不算富豪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是 比如說我們會看到一些叫 胡潤百富對不對 可是呢 你要敢花肯花 所以呢 而且不是隨便花喔 是要很體面的花卉 我就說 比如我的這個飛機 遊艇 或什麼剛剛那個 什麼土豪金的 什麼法拉利 就是要你 你們買名牌啦 你們買好的車啦 作為體面度 所以現在連土豪資格 又有一個計算公司 有一個計算公司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要一減掉你的體面開支 什麼叫體面開支 比如說齊悅 這個 我們去參加他的旅行團對不對 好 去歐洲 然後是屬於什麼回春什麼之旅啦 好 如果說你今年 如果一年 端手 倒掉 再來一鍋 我想說天啊 胡言斷道了 先生 您還有多少支表啊 好誇張喔 那你們的態度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空靜一點了 從此之後我再也沒去那個節目了 因為我說他檔次低 因為我說他檔次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